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他教會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女生不管怎麼樣都一定要愛自己 而且要靠自己 就是他一直很期許我可以做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我說的不是那種說你要考第一名還是什麼幹嘛幹嘛 或是賺大錢不是 他希望我是可以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也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非常有成就感 然後最重要的一定就是不管發生任何時間 一定要很尊重自己很保護自己很愛自己這樣子 練完入圍名單之後然後受訪 然後回到回去的路上我第一個就打電話給他 結果我打給他說他還蠻冷靜的 我就說欸媽我入圍了耶 然後他就說我知道呀 因為我剛剛在看直播很開心耶 就是他很peace的帶過 但是我知道他非常的開心 因為過沒多久我姐姐說恭喜你 因為他就立刻就跟姐姐講這樣子 那家人沒有為了這件事比如說小小慶祝一下之類的嗎 我覺得我們家的人好像都蠻淡定的耶 就因為我們家的人本來就常常都在見面都在吃飯什麼的 所以就也沒有因此而特別說 喔什麼舉杯同庆什麼的好像也沒有 我覺得我媽跟我姐他們比我還認真看待我的工作 就像是有些時候他們就會說 欸你這個訪談你怎麼講話這樣子講啊 你這樣講人家會不會覺得喔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或者是說欸你走金鐘的時候你真的有罵髒話喔什麼的 我就說我沒有那只是就是我只是說我在心裡面想 但我沒有真的罵出來 但我姐就說這樣沒氣質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他們比我還在乎我的工作狀態跟形象 因為兩本之後就開始接觸到演戲這塊 但是我覺得在寫出可能是必須得要在自己非常真空的狀態下才能夠寫 有的時候你太多的雜質或者是可能你身體裡面還住著其他角色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單純的創作的 但我像最近啊我就會開始想要開始再重新寫一些什麼 或者是填詞也好 就比如說我身邊有朋友他們會做音樂的 我就會試著想要能不能夠填詞進去 但我覺得填詞很難 但我覺得就只是很想要再讓自己對文字還是有保持相當的明銳度 因為我覺得那對我的表演一定是有幫助的 像是看劇本的時候 我就會對劇本有很多的想像 我不會常常暗戀人 我也沒有愛過老師 因為我曾經有看過一篇迪卡 是大家就是看完返少之後 就有一位網友就是自己在分享說他跟老師的戀愛的經驗 我很驚訝 因為下面就很多人留言說我也是什麼什麼幹嘛幹嘛幹嘛 我想說每個人的老師都長得這麼好看嗎 他們不是說暗戀是說戀愛經驗 對就是暗戀也好 或者是欣賞 或者是有些人就真的像戀愛還結婚的那一種 我就想說很幸運 就是為什麼我遇到就是都不知道 所以就是你遇到老師等到哪 就不是那麼可以讓你很欣賞 就是老師啊 就年紀很大了 或者因為我姐念女校所以大部分都是女老師 我好像喜歡人我不會去看說他就是沒有條件式的啦 就感覺感覺對了就會是朋友這樣子 因為我很不喜歡人家控制我的生活 就是我不喜歡太就是 欸不是在場大家 畢竟各位都知道我是好不好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說 想像你到底是水平座的人就是要自由自在 我不喜歡 我覺得工作跟生活是要分開的 但我不喜歡人家來干涉我的工作 干涉你的工作 對 反正就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對我很希望有自己的空間啦 但我所謂的自己空間不是說我要出去嗨我要去玩還是幹嘛 完全不是這樣子 是我覺得每個人在交往的當下還是什麼的 都應該還是要保留給彼此成長的空間 因為有時候把對方逼得太死的時候 兩個人就會彈在那裡 就不會再往前 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除了 都是一件成長的子 有點現在